中共间谍无所不在 就连在老大哥俄罗斯的地盘上也毫无顾忌 近来有媒体爆料 俄罗斯正是因为中共的间谍活动 而推迟了本来应该交付的S-400防空导弹给中共 S-400防空导弹 是俄罗斯国土防空军第三代地对空导弹系统 据了解 这个型号的防空导弹 可以应对由超低空到高空 近距离到超远程的全空域对抗物杂多目标凶杂 中国是第一个获得S-400的国家 2014年 中共当局和俄罗斯签订S-400防空导弹采购合约 总金额达到30亿美元 第一批在2018年已经交付 俄罗斯军火出口负责人透露 由于疫情在中国肆虐 第二批合约可能会延期交货 对于俄罗斯暂停交付导弹系统 中共媒体解读为俄罗斯窩心体贴 不想为中国添麻烦 不过有消息指出 俄罗斯正在赶工制造S-400给印度 根据印度媒体Live Mint报道 俄罗斯在2018年交付导弹发射车之后 但是就迟迟未将后续的飞弹交给中共 而印度在2018年才跟俄国签订S-400采购合约 被中共足足迟了四年 最快将会在明年就能够抢先获得 报道说 是因为中共涉嫌买通俄国专家 涉取它的军事机密 俄罗斯就愤移暂停交付S-400防空导弹 旅居美国的时事评论员郑浩昌说 俄罗斯表面上和北京是清兴道弟 但是实际上对北京是相当防范的 反过来也是这样 这种有共产基因的政权 很善于窝女斗 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盟友 为了手中的权力可以出卖任何人 2016年 俄罗斯著名科学家 北极科学院院长米特科 他在中国大连海市大学 担任客座港司的时候 被中共吸收为间谍 借由一年两次往返中俄的机会 夹带俄罗斯国家机密送给中共 据报道 米特科涉嫌向中共提供有关升纳 和探测潜艇方法的情报 米特科在今年2月以间谍活动形式的 叛国罪被捕 旅居美国的时事评论员蓝迟认为 俄罗斯已经感受到来自中共的威胁 他说俄罗斯本来也是个共产党的国家 他对共产党的这一套做法是非常了解的 所以说他见到中共的崛起 和中共崛起所走过的这种不择手段 略夺性的发展方式 他了解一个崛起的中共 将会为俄罗斯带来怎样的威胁 这就是俄罗斯拖着不愿意将导弹 给中共的原因之一 长期以来 外界一直认为俄罗斯是中共的盟友 蓝迟表示 中共在所谓崛起的道路上面 略夺一切可能的资源 在中共眼里面 俄罗斯也只是一个资源 蓝迟说 中共在俄罗斯关系上面也是不择手段 摄取俄罗斯的这些国防和科技情报 中共做事的方式实在不似将俄罗斯作为盟友 那俄罗斯的这些军方、科技界 当然会对中共不满 俄罗斯政府当然也会对中共不满 分析认为 自从今年中印边界爆发激烈流血冲突之后 印度加快脚步、整顿军队、经营武备 印度国防部长新格6月底的莫斯科之行 促使俄国答应提前交付大量武器弹药 包括米格29SMT和苏30SM战斗机 以及S-400导弹系统 一旦交付 可以迅速对中共构成极大威胁 郑浩昌表示 对普京来说 它希望达到的是一种地区平衡 中共在现在军力上升 处处逼人的时候 普京就扶持一下军力相对较弱的印度 就有利于达成这种平衡 俄国将导弹更快地交给印度 就是这个原因 蓝雪认为 中共推动的一带一路 实际上是入侵了俄罗斯的后院 更加阻碍普京推动的 欧亚经济同盟的野心 蓝雪说 在中亚地区通过一带一路 通过这种债务性的外交方式 然后在中亚国家建立它自己的军事基地 实际上它就已经直接威胁到俄罗斯的利益 评论认为 中共以金钱收买友情的方式 能否与俄罗斯建立长期盟友的关系 其实要打一个大问号 关键时刻 谁出卖谁都不会手软